现在我们不止将失去中央执政权 我们在人才开发上也远不及我们的对手 而且我也必须坦白承认 我们不止组织涣散 也没有一套完整足以因应 目前国家社会发展的论述 这些情势对我们来说 当然不是空好空喊几句团结的口号 就可以力往困难于祭祷 我们必须要有具体的做法 我们常常说忠心以人才为本 但人才是用出来的 不用当然没有人才 我们必须承认 本党之前的确欠缺给年轻人充分发挥的空间 在这点上 我必须说 我们的对手确实比我们敢于用人 所以我多次强调不排除以对手为师 汲取他们的长处 走入基层与学校来发展人才 发掘人才 并且开放最大的机会与资源 给愿意投生基层的优秀同志 让他们有到基层蹲点的历练与服务的机会 从而为本党开疆拓土 并且要重新恢复人才培训的管道 以此来奇异大家的想法与步调 重建我们的战斗团队